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的重點 大家重點回顧一下 基本上的話上個禮拜其實就延伸上上禮拜的那個就是程式嘛 那其實我基本上只是拿之前的程式範例拿來做一個修改 那改的話其實就是換一個網站 那比如說比較常見的像那個新聞網站 新聞像Yahoo!新聞啊 或者是ET Today新聞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的是像Yahoo!新聞上面的一些標題 還有它的超連結 那應該怎麼做 那當然一樣可以用兩種方式 一個是就是用那個HTMLファイル物件 當然你前面是需要用XMLHTB物件先把原資碼抓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IE物件跟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XMLHTB物件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把那個網頁背後的原資碼通通抓下來 那這個原資碼抓下來之後你要去解析它啦 所以解析它的方法 主要是透過三個方法 一個是GET ELEMENT BY TECHNAME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它的那個標籤 你們按右鍵檢查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標籤名稱 反正你就把這個標籤 找到之後的話 你要不就是把 前面這個叫TECHNAME 就是標籤名稱嘛 小於後面這個東西 要不然就是說後面這個class 這兩個是最常用到 所以其實基本上 目前測試下來 除非說那個網站是特別要求很高 可能它有防止人家爬資料 不然的話 我覺得目前爬資料應該都不是太大問題 那可能會有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網站 真的會 就是防什麼 防不是瀏覽器 也是防爬蟲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用那個 XML HDTV物件去抓 奇怪抓不到耶 但是我改用IE物件 就抓到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些網站會先 Check一下說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瀏覽器 試的話才給你 不是的話就不給你 可能會有 這相關的問題發生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 再試試看 上個禮拜總共我們有七段影片 這個一樣 所以回去的話可能就是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就是一些部分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總共的話 我們第一個是先抓那個 就是 Yahoo新聞 那如果我想要抓它的什麼 抓它的標題 跟它的網址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樣 第一個當然 我們先去抓什麼 抓那個 Yahoo新聞網上面 一樣按滑鼠右鍵檢查 看一下那個新聞上面 有沒有哪一些特別的 特別的 一些 TechName 或KAS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基本上 我們的 程式碼在雲章白板上面 一樣是第五單元 一樣是第五單元 那這裡的話呢當然 有關那個Yahoo新聞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把它放在這 其實這個Yahoo新聞部分 我是直接拿那個TQC的來改啦 那其實 改哪些地方 其實非常 簡單就是說呢 第一個 反正你要抓的網址 一定要改變 第二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結果 就是它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用KASName抓比較OK 所以我們用KAS 然後呢 分別就把這個 這個KASName 那要按右鍵檢查找到的東西 分別把它的標題跟超領域抓下來 所以其實如果 用那個什麼 用這個 我這邊把它run一下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做的程式 下載的話呢 最新的 它其實更新的速度還蠻快的 一段時間 這個標題 就把它更新完成 所以將來如果你 假設希望把那個 每一個 不只是Yahoo新聞 其實每一個新聞網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相關的輿情分析 那就可以把這些資料給記錄下來了 所以 Ctrl向下看一下 總共有37-1 36 那也就是說 我記得好像Yahoo新聞是不是有 六個板塊 一個板塊好像六個標題 當然如果你只是希望前六個的話 你當然回宣範圍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你只要0到5就可以了 然後抓下來資料 就會只是前面 焦點新聞 的標題 然後面就超連結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延伸 所以上個禮拜最後 其實我們有再講到一個 ET Today 那ET Today跟Yahoo新聞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Yahoo新聞的部分 它的那個網址裡面 它是有那個 就是 是class名稱 有沒有 這邊有class 但是 ET Today的部分的話呢 它是沒有的 所以ET Today如果假設 你要抓 它裡面的資料的話 可能呢你就不能用什麼 用那個 Gate Elements by Class name 那如果不能用Class name的話 後來我們好像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呢 把它怎麼樣先抓第一層 什麼第一層呢 就是先把 它的 第一個class name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DIV 先把它的DIV先抓到 好 然後呢DIV就那個板塊對不對 先把那個板塊抓到 再縮小範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兩招 其實可以 稍微學一下 尤其是縮小範圍 之後再抓 當然不是 縮小範圍不是說只能 縮小一次喔 你可以先縮小一次 再縮小一次 再一層 就是你可以分很多層 有點像撥洋蔥一樣喔 所以上個禮拜的